你叫什么 殿下 他是个哑巴 大人 水开了 他回来这几日 一直都住在福灵山 是 殿下不让奴才将事情告知您 所以明明是生理 他却要当作是死别 殿下的心思 奴才不敢揣朵 大人 这 大人 您接下来打算如何呀 既然你都说了 我是地生天带来的丫头 我自然是要留在这儿 这 这要是让殿下知道了 奴才我可就 放心 不会让他知道 这 就您这奇查手艺 想不暴露都难 前辈 我已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 不需要外人服侍 你呀 这平时跟我下个棋 都要极力站在旁边 喝个茶 便能把我的茶碗碰掉 寒夜 我这可没有多余的东西 让你遭奸啊 要不 你就让这个丫头 留下来伺候你 要不 你就离开我这儿 不过我可有言在心啊 你要是离开我这儿 你的眼睛 我是没办法治了 你叫什么 殿下 她是个哑巴 子 子 子 鬼 你走吧 吉利你也走 殿下 这丫头哭了 她在那儿比划着 要是您不把她留下来 地家家主会责罚她 好 我知道了 别哭了 你们都走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男人家的 子归 梓晓 梓晓 你泡的茶 是有苦有色 他很想看她 就是肥皂的 云儿 空间 是肥皂的 所以我会搞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